林秀才吐的是昏天暗地,可惜肚子里没东西,什么都没吐出来,只有肝傲。 当看到安月明,林秀才自恋地觉得他是来寻自己的。 谁知道安月明只是听到声音,淡淡地看了一眼,随后就继续向前走去。 月明,你怎么不理我?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。 是不是四弟不让你跟我说话的?四弟怎么可以这样? 我跟你哪怕是不能成夫妻,难道也不能成为朋友吗? 你等着,我这就去说说四弟去。 二哥怕是误会了,我与二哥之间并无其他情谊,不是之时我自然也不会去找二哥。 二哥以后也不必说这样的话,我怕被人误会。 月明,我知道你现在都是逼不得已的,当初要不是因为你跟可儿被送错了房间,我们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 我也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,可当初我说让你来我房里是你自己不愿意的。 现在看到你在四房里受苦,我的心也是疼的。 你跟老四还没圆房吧? 我看到院子里有一张竹床,你若是跟老四还没圆房,我去跟娘说,将你收入我房中可好。 但是这一次,你可不能再任性了。 说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,要知道往后我可是要进京赶考的,如果能考个一官半职,我身边可能是不缺通房丫鬟妾室的。 哎,但是你放心,我一定会对你好的,毕竟你可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呀。 安月明第一次知道了,什么叫做无耻,简直枉为读书人。 安月明起身离开,跟这种人站在一起,连带着周围空气都被污染。